你 方总 不是我 那就好 真舒服啊 感觉像睡在云朵里 我的床什么时候这么舒服了 糟了 对不起啊方总 不会把我扔下了吧 方总 方总 我出去一下 你睡醒了先吃饭 等我回来 不许乱跑 吓死我了 来 这么早去哪儿了 还在发烧 不会没气了吧 你干嘛呀 吓死人了 不是你干什么呀 你穿这么多睡在沙发上 我以为你又晕倒了 不是你让我等你的吗 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 不是 快站起来 快快快 站起来站起来 闭嘴仰头静止三十秒 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我又没让你憋气 你不是说静止吗 你笑什么 赶紧的抬一会儿头就好了 抬头 你笑什么呀 我到底能不能喘气啊 华欣主题公园的资料 想必大家消化的不少了 它对于年轻群体的受众定位 结合经典 与时尚多元化的理念诉求 这两点是最为重要的 除了设计内容本身 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 也很有必要 这些公司 有的是已经发出招标申请 有的是有意向 我挑了几个作品案例 给大家了解一下 不是要让你们参考 而是要让你们排泪 由于这一次的项目重大 由我亲自设计主体之外 作品分析和原理方案这两个案 还需要其他人来负责 有人愿意自荐吗 没有 我 我可以做原理方案 我想试试 你不行 你 为什么 实习生没有资格 好 向我孙子洋 交给你们两个 这肯定有猫腻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还呆了整整一夜 你说盖着被子唇聊天 谁相信哪 不过我也不信 你等着看吧 他俩呀 很快就会出双入队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信 公司花钱请你们 不是让你们在这儿聊八卦的 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正式的绯闻 贺总 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 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了 明白吗 好的 贺总 那我们这儿就去工作了 等一下 刚刚你们说的那些 听谁说的 贺总 这 这上面说的 电视剧 对 所以 对啊 你们是在看电视剧 对啊 不然你以为我们 没事了 你们走吧 好好好 你以后少看点电视剧 没营养 好嘞 贺总 好 好 贺总 来杯咖啡 不用了 那我给方总泡一杯 昨天 你和方志友在一起 嗯 工事儿 今天给你讲的故事 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听见门 嗯 当然 我们是去见客户 但是回来的路上 车坏了 天太晚了 就只能在那儿住一晚上了 可是我们没睡在一起 这不是此地无鹰三百两吗 徐一人 是我把你招进来的 所以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你知道作为一个助理 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能力不足 是喜欢上自己的老板 贺总 你误会了 我怎么会喜欢你 你不要这么紧张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好 贺总 我知道 昨晚上的情况很容易让人误会 可那也是迫不得已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对他有什么想法的 他做老板 就已经够我受的了 我可不会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 好了 我相信你 真的 你是我招进来的 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话 不就是不相信我自己吗 总之 我希望你做一个优秀的助理 但仅此而已 明白吗 明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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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